有這麼多機會讓我們這些實習的神學生去正道 他們都到處去問人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時間 有沒有空位可以讓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今年有六次的講道的功課 要去教的 在這半年之內 要去找六次正道的機會 很感謝上帝 很感謝教會給我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再次感謝黃桑林弟兄 因為知道我要交功課 他很早回來幫我設置了電腦 錄影 這次是錄影的 大家一會兒我講得悶的時候 千萬不要睡覺 待會兒可能計算一下 也會計分的 昨晚我在晚堂的時候 也有分享過這次的訊息 有些評論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評論 就是黃桑林弟兄 可否幫我看下一張的power point 那些年輕人 因為昨天是星期六晚堂 比較多年輕人 講完道之後 他們就抓住我往一邊 說 卓彥弟兄 你的power point 很悶 沒有圖畫 只有字 經過昨晚的反省 我太太也好 因為我昨天不懂得做power point 我對於power point 太過混亂 我就不懂得處理 我太太昨天晚上 弄到四點鐘 就幫我做一個 這麼好的power point 我在這裡也很感謝她 上第二次一位好的妻子 給我 她在我的家庭工作 和在我的事縫上 都幫助了很多 我們一起有個討告 好嗎 七位主耶穌 我們要感謝你 因為你在不同的聖經人物的故事裏面 你都被我們見到 你在身水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恩典 不同的帶領 直至今天我們在這個生活當中 在我們社會當中 我們都可能遇到很多類似的事情 但是主 你就給我們有一個借鏡 給我們一個反省 因為你是自有永有的神 你是萬皇之王 今天你恩典都能到我們當中 你帶領著我們人生的道路 主我們願意將以下時間交給你 求主你將我們的心 都是獻過給你 將我們裏面自己的重擔 將我們自己的繁了著我們的事情 都是屠空 願意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的活水光河 直湧到永生 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命 阿門 今天我的題目叫做約瑟的三件彩衣 我自己家裡有很大的衣櫃 有差不多十對門上下 我跟約瑟一樣 因為以前的人的衣服不多 只有一兩件起 我這麼大的衣櫃 其實我只有一兩個櫃桶放在我的衣服 約瑟的彩衣 跟我一樣 很多時候 衣都會影響到很多的情況 今天我們看看約瑟這三件彩衣 對她的人生有什麼改變 整個事情 故事 歷史背景就是這樣的 約瑟的爸爸叫雅閣 他有十二個兒子 最後的兩個兒子 叫什麼名字 知道嗎 一定是約瑟 還有一個 最後的名字 叫什麼名字 便雅閣 西華說得對 便雅閣 和約瑟都是雅閣 其中一個太太所生 當時的人 千萬不要學 現在不可以 以前古代的人 比較多太太 和其他人是什麼 妾氏 而約瑟和便雅閣 其實是雅閣其中一個太太 她最愛的 叫做拉什麼 拉傑 拉傑 就是約瑟和便雅閣所生的兒子 而拉傑 是雅閣最愛的妻子 我自己未做人 父親的時候 最初我都不太明白 其實為什麼約瑟會特別 雅閣是喜歡她的呢 現在我明白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子 我最小的是一個兒子 我有兩個女兒 一個兒子 有時見到我太太和大女兒做功夫很兇狠 在鞭策的時候 突然間我小孩子衝進來 Money 即是媽媽 即是Money 我太太的臉很快便 哇 怎樣啊你啊 有什麼玩意啊 這種就是雅閣 對約瑟那種喜愛 那種由心而發出來的愛夢 今天我做父親都明白 雅閣 她愛約瑟的程度是過於其他那十一個兒子 為什麼呢 就是她有一件彩衣 這件彩衣是她第一件衣服 不是出生的一件衣服 是第一件很名貴的衣服 是她爸爸給她的 而這件彩衣 亦都成為她一個嫉妒的彩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為什麼 人家沒有理由的時候 人家會嫉妒你呢 一生的彩衣 都可以令我回想回我自己生命裡面 在我公司 有一個情況就是 我在一年前 因為公司人事變動 我這麼熟悉 我的大英姊妹都知道 也有很多人幫我去討告 就是我公司人事變動的時候 上帝的恩典 讓我去到一個晉升的位置 類似什麼首席 什麼什麼中間 當她晉升的時候 原來旁邊有很多人都會看著你 因為我是屬於 其實每一間公司都有分黨分派 我屬於其中一個派別的 那個派別比較有勢力的 那公司開始慢慢有很多的權力給我 有很多的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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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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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nny 叫 這也是 叫 吿vedskar my 那麼 叫 Scarman lambda 終於是 叫 叫 我也名為 因為是藥室的坐衣,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他提醒我,你這件坐衣很光芒的 很多人都會看到的,但千萬不要讓別人嫉妒你 雖然你做很多事情,別人都會嫉妒你 但起碼我們都要小心 藥室就是一樣,他有一件坐衣已經很光芒 但聖經說,他經常會把他哥哥的惡恨 就跟雅各說話,他們又在做壞事,他們又在做什麼不好 所以哥哥是很不喜歡他的 發展到有一天,下一張PowerPoint 創世紀37章14節,現在就發生一件事情 一起讀好嗎?預備起 以色列說,你去看看你哥哥們平安不平安 困羊平安不平安,就回來報信給我 於是打發他出希伯倫谷,他就往事劍去了 有一天,以色列是誰?雅各 雅各有一天,就跟藥室去說 你哥哥去了放羊,不知道他們平安不平安 那些羊平安不平安呢?你就去事劍那裡看看吧 那其實,為何會去事劍那裡看呢? 因為其實平時,那些哥哥都經常去放羊 放羊,只是好像我們上班那樣,生活的一部分 為何無端端,雅各會在那裡跟藥室說 你看看哥哥平安不安全 其實有個故事,不知道為何 事劍這個地方,其實是發生過一個故事 是關於雅各的家族 有沒有一些聖經的教師,主要學教師在那裡? 一個人摔下頭,不用這麼緊張 等我講 故事就是這樣的 有一次,雅各就搬到加南地 他有個女兒,叫做底娜 是其中一個女兒 有一天,這個女兒,底娜,就在加南地 在事劍這個地方 在事劍有個族,叫做事劍族 他那個族人,有個族長的兒子 又是叫做事劍 看到底娜這麼漂亮,就污辱了他 但事劍這個人,他也是喜歡底娜的 於是他就帶了他的父親 一起去到雅各,向雅各提親 提親的時候,就說 我希望跟你娶你的女兒 我們願意,我們兩族都可以一起去 有親親的關係 其實當年認識的人,是不會跟外族去通婚的 因為受國禮和未受國禮是不可以一起去通婚的 於是,雅各的兩個兒子,其中兩個兒子 就有一個這樣的提議 下一節,下一個power point 雅各對西面和利美說 西面和利美,這兩個兒子很厲害 他怎樣呢?他就跟事劍說 沒有問題,你想娶我的妹,沒有問題 你幫我做一件事 先因為我們認識的人 受了國禮是不能跟未受國禮的人通婚的 麻煩把它做到兩族人的男性 就全部反隔了國禮 這樣才可以跟姐姐結婚的 其實呢 他這兩位哥哥很生氣,因為他污辱了他的妹妹 於是他趁他整族人行國禮的時候 這兩個人行完國禮之後,不可以行動不方便 他就拿一把刀,把他全族的男丁殺了 不僅僅殺了之後,還把他的牛羊、人口 就俘虜回來自己的家族 所以事件這個故事令到雅各很擔心 雅各在34章30節所說 雅各對西面含是尼未說 你們連累我,使我在這地的居民中 就是在家男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命 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們必聚集來擊殺我 我和全家的人都必滅絕 所以雅各是很擔心的 咦,為什麼一群兒子去放羊,放到事件 這麼久還沒回來? 事件和當時雅各居住的地方 大約有3至5天的路程 咦,這麼久都不回來,雅各開始擔心 所以就叫這個約室去看看他 那你又可以覺得奇怪 為什麼只有10個兒子去放羊? 其實呢,約室和雅敏不用工作 在家裡穿著衣服 享受一下都可以 其實雅各這個方法都是有些問題 因為他的匿外 他的不公平的對待 使得兒子對於他父親的處置方式 都是有些不好的 再加上,平時雅各對兒子的信仰的教導 都不太好 因為從聖經的前文下 上文下,你看到 其實他的兒子 那些靈性和神關是一定不好的 因為為什麼? 可以無緣無故地用詭計去騙人 然後殺死他 整天在外面,哈哈爸爸 如果不是聖經的話 不會整天躍失章 那些惡行告訴他爸爸 所以我們知道明白 雅各的家庭信仰的教育 是不太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以色列古代來說 爸爸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對於信仰的教導 對於子女的教導 其實主要聖經的知識 都是由爸爸去說出來的 好了,有這樣的背景 所以約室就去到這個事件的地方 去找他們的哥哥 然後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很清楚了 哥哥本身英雄不喜歡這個 這個弟弟 再加上他穿著彩衣 大搖大擺地走過來 那十個哥哥 原本想怎樣 想殺了他 但是當時其中一位兄弟 裡面 他說不可以殺他 不可以流他的血 於是另一位兄弟 由大提議 不要殺他 殺他對我沒有益處 不如賣掉他 約室的命運就這樣開始 約室的命運就這樣開始 當他 見到他哥哥的時候 那些哥哥捉住他 把他丟到坑裡 剛好有一個 古實馬利亞人 就過來這裡 是一個奴隸的商人 然後他又把約室賣給他 大家可以想想 約室的第一件 第一件的彩衣 變成一件血衣 為什麼呢 在37章那裡說到 他們做了這件事之後 怎樣交代 你們想想如果他們做了一件 滅絕人性的事 那麼恐怖的事 他們怎樣跟父親交代 那些兒子其實都很聰明 他們怎樣呢 在32節那裡說 打發人送到他們的父親那裡 說什麼呢 我們撿到這件衣 麻煩你認認 是不是你兒子的外衣 他們很聰明 他們不會自己一窩蜂衝過去 老爸我撿到這件衣 是不是你兒子的衣 誰人都知道是約室的衣 所以他有一個詭計 就是打發人 把那件染了血的彩衣 去給雅各 雅各那裡說什麼呢 33節 他說 他認得 就說 這是我兒的外衣 有惡壽把他吃了 約室被絲碎了 絲碎了 其實在呂鎮中 日本呢 會比較清晰一點 他說 呂鎮中 日本怎樣說呢 他說 雅各認出這件長衣 就說 是我兒子的長衣 句號 約室真的被絲碎了 其實雅各為何會知道 為何會明白 這條清晰說 被惡壽把他吃了 被野獸吃了 他見到衣服有血 他不肯定 是被野獸吃了 可能被人用刀殺 然後衣服染血都可以 告訴他 是被野獸吃了 是那幫人 即是那幫兒子 打法的那幫人 去告訴雅各 所以雅各說 是呀 這件衣服是他的 他真的被野獸撕碎 若是真的被撕碎了 其實是打法人 那幫人去說 在這個事情裏面 我們見到 雅各那十個兒子 用很多欺騙 或者詭計 去騙他爸爸 大家記不記得 雅各有沒有騙過他爸爸 怎樣騙他爸爸 騙他什麼 其實雅各一生 都是 叫做什麼 騙騙騰騙 好似我的樣子 鼓鼓滑滑 很多人 我以前的牧師兄說 你的樣子好像雅各 你也知道 我沒見過雅各的樣子 你的性格好似他 鼓鼓滑滑 經常騙騙騙騙 其實我不是 以前好像黎明說過 先騙人 先騙自己 不是 先贏人 先贏自己 以前有個同事跟我說 怎樣做一個好的銷售 要騙人 先騙自己 我想到雅各這裏也是 他一生人也是 無論他第一次騙他的哥哥 他哥哥打裂回來的時候 很累 他用碗紅豆湯 騙了他長子的名份 到他 爸爸差不多死的時候 要祝福二數的時候 他又用詭計 騙了他爸爸去祝福他 雅各本身的人生 已經很多這些情況 是騙騙騙 今天 他也是被他的兒子欺騙他 在這裏反省到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 我們騙到我們自己 我們騙到很多身邊的人 但是你們要知道 我們的上帝 是一個 活的上帝 他是 自由永有的上帝 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他都會知道 雅各 他被他的兒子欺騙 他老來 他不見了兒子 這也是反省到 他屬靈 光景上面 所有的事情 然後 故事去到下一張 藥室從他人生當中的高低 就從這裡開始顯明 為什麼呢 當他在家裡 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兒子 又不用做 又有爸爸親 搖身一變 變成這個奴隸 大家要知道 當時古代的奴隸制度 其實是很殘忍的 什麼叫奴隸呢 就是 不是就這樣 坐牢 那樣簡單 奴隸是本身 你是沒有一個 生活的保障 你是沒有尊嚴 你是沒有你自己的自由 他喜歡主人殺你 你就殺你 其實呢 是去到人生最絕望的境界 當時 藥室從人生高處 去到最低的時候 他的反應 他的內心的感受是怎樣呢 聖經說什麼 聖經說 藥室去到一個 叫做護衛長 當時埃及有個護衛長 叫波提佛 他去到他家裡 去做奴隸 但是他的心態是怎樣 和上帝怎樣賜福給他 聖經這裡說 藥室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穫說 與他同在 他就八事順利 他主人建耶穫說 與他同在 又建耶穫說 是他手裡所辦的盡都順利 第四節 藥室就在他主人眼前蒙 因事後他主人 並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務 並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裡 從這幾節經文我們看到 藥室有沒有放棄他自己 各位兄弟姐妹 當我們人生遇到很大的衝擊 很大的變化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放棄我們自己 很多時候都會放棄我們和上帝的關係 我自己十年前有一個這樣的經歷 為甚麼這樣說呢 當我預備這篇的廣道的時候 有一天有機會 因為我們八月份去柬埔寨短孫 剛剛2004年 我就在柬埔寨認識我太太 那天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大家一起去看十年前柬埔寨的照片 其實十年前我有一個經歷 是很痛苦的 可以說去到人生的低潮 但我沒有藥室那麼愛主 沒有藥室那麼靈性那麼好 當我遇到人生的低潮的時候 我是完全放棄所有的東西 原本我在教會 其實我在中學的時候已經回到教會 也都在教會裡面很熱切去追求 也都做了很多的侍奉 但當我2004年人生 遇到很大的變化的時候 我簡直跟上帝去拒絕和他來往 拒絕回應他任何的事情 我回到教會 即是當時2006年 2006年我開始翻新名書 孫甘樂市民堂 當時我回到教會 我想我姚姑娘也記得 我主要帶著一頂CAD帽 為什麼呢 我聽到的時候 一張帽子弄燈的時候 我要睡覺 沒有人看到我 唱歌的時候 我都是 我懂那首歌 我很熟悉那首歌 但我沒有用心去唱 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人生 去到那麼多困難 那麼多的不如意 上帝你在哪裡 你在我生命當中 你去到哪裡 所以我發脾氣 向上帝發脾氣 我沒有想著去理睬他 但是約瑟 我深信他不是 為什麼呢 雖然聖經說 耶路華賜福給約瑟 使他八事順利 使他手所做的盡都順利 但我深信 如果約瑟不是有一個 配合上帝的心 配合上帝的情況 事情不會那麼順利 聖經不會說他八事順利 為什麼呢 如果上帝賜恩給我 我也是發脾氣的 我也是對阿波提佛 呼呼喉喉 他叫我做些事 我又不做 你叫我掃地 我就打破碗 你猜 聖經不會說 約瑟八事順利 不會 一定是 約瑟 他盡力去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 而耶路華也會賜福給他 這樣配合契合出來的結果 聖經才會說他八事順利 還有這樣 波提佛 他才會見到 耶路華的靈在約瑟當中 聖經才會說到 在主人眼前蒙恩 所以我反省到 原來我們人很軟弱 當我們面對很多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忘記上帝 但約瑟在這裡 他面禮到我們 當我們遇到困境 遇到絕望的時候 我們都要 以上帝為第一位 為什麼 因為他深深知道 他不想我們去沉淪 不想我們去放棄我們自己 但好景不常 雖然約瑟這麼好 又掃地很勤力 打掃也很勤力 幫他的主人 做得很好 但主人的太太 是一個什麼人 一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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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亂的婦人 這個太太 為什麼呢 波提佛 這個太太呢 天天去誘惑約瑟 聖經說什麼 以目全程 電一下他 約瑟當時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人 十多歲的少年人 其實面對這些誘惑 以我自己的男性來說 是沒有可能去 戰勝得到的 為什麼呢 我們做男士就知道 流落而香 心靈很空虛 每天工作也很辛苦 這些試探 其實攻擊很厲害 又講一下我自己的見證 那上個星期 不是應該這樣 六月頭 我公司經常都會去上海 北京 深圳 去工作 雜以為常 我都會有些見客 應酬的活動 都感謝恩典 上帝都時常都保守我 但有一次我上到上海 一到酒店的門口 check in 的時候 突然間 感覺到內心有一些不平安 好像看電影 那天好像黑了 可能是空氣污染的 內心很不平安 因為那天我check in 完酒店 我就要換一套西裝 我就要去一個客人 預備了一個飯宴 那 我就討告 都覺得 好像有些不平安 求主你也是 拖帶著我們 就如常我們去到一個地方 吃飯 那 國內很多一些地方 叫做休閒中心 即是叫做private club 即是一些私人會所 正常吃飯 聊天 聊聊公事 那個餐廳很有趣 我都未去過 它很大的一個房間 那房間 進去的時候 有個partition 在中間間間住 吃完飯 吃完飯都差不多可以走 因為 我們這些兼職神學生 晚上才可以做功課 那我有兩份功課 就要交 因為我和Vomi 即是剛才主禮的弟兄 都是同學 為何他的頭髮會這麼白 我懷疑 因為他講功課 講到這樣 因為六月是最困難的 三六九十二月都很困難 為甚麼呢 又要交功課 又要考試 所以我打算吃完飯 趕快回去 我帶了電腦 帶了五六七本書 在酒店裡做功課 正常打算 他都埋了單 然後走的時候 突然 燙雜的partition 打開 原來後面 起碼有十二三個女孩子 穿得很性感 出來 又再歌再舞 我看著 咦? 不是走的了嗎? 當時我內心已經覺得 咦? 先拍一張照片 這麼震撼的情況 為甚麼呢? 我立即發給我太太 我跟她說 你替我討告 因為那個情況 你不能離開 因為國內的顧客 是為你而預備 這個歌舞 當我自己的時候 我明白為甚麼 聖靈有提醒 當我去酒店 check-in的時候 那種內心不平安 那種誘惑 其實是很大的 而在我自己 有一個內心 有一個感受 就是 不單止是我 在國內 很多的弟兄姊妹 不是姊妹 是弟兄 都會同樣面對 這些問題 我今天 有我太太的支持 在前天 我和Louie 和德哥 我們去 那時為甚麼 吃完飯 為甚麼無緣無故吃飯 前天 是 前天 是 啟發課程之後 我們去吃飯 那樣 那我覺得我需要 跟這兩位弟兄 去分享我的軟約 雖然我沒有做錯 暫時 沒有做錯任何事 但我覺得我需要 弟兄的支持 我分享給他們 我面對的難處 當時 藥室是沒有的 他一個人 他沒有我 那麼幸福 有Louie 有德哥 去支援討告 德哥真是很好 德哥今天上班 所以來不了 在德哥 知道我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這兩天 都不停 給一些聖經 鼓勵我 最深刻 昨天突然 他上班之前 發了四個字給我 大家想不到哪四個字 一年至差 德哥真是好 一年至差 他沒有說什麼 我只是發小個字 有時候男人 不用說那麼多 我還有這些 那麼好的弟兄 去提醒支持我 當時藥室他只有一個人 但為什麼他都可以 去勝過呢 他可以這樣回答 波提佛的太太 一起讀好嗎 沒有給我大的 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 不交給我 只留下了你 因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作謝大惡 得罪神呢 他可以很斬釘切跌 去跟這個太太說 我怎麼可以作謝大惡 得罪神呢 因為約瑟 他將上帝 真是放在他心目中的第一位 為什麼我不可以呢 為什麼我這麼難做到呢 因為上帝看不到的 摸不到的 見不到的 而我們那些誘惑 而那些情慾的快樂 是見得到的 是感受得到的 所以今天我勉勵 是弟兄姊妹 我們都要將 我們見不到 摸不到的 上帝 擺在我們生命中的 第一位 好像約瑟一樣 當他面對這些情況 很困難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 去戰勝的時候 但他仍然可以說一句 我怎能作謝大惡得罪神呢 但我仍然都是好境不償 他第二件衣服是什麼衣服 他件衣服 就是被這位太太 逃走的時候 拿了這件衣服 他第二件衣服 亦都成為他 第二個人生的低潮和惡夢 當他太太抓住約瑟件衣服的時候 他就大喊 救命啊 有人非禮我 這樣誣蔑約瑟 去想污辱他 那個結局是怎樣的 約瑟 去到哪裡了 坐牢 大家留意一個重點就是 在古代如果一個奴隸 想污辱一個女主人 而被人捉到的話 你猜他的結局會怎樣 死 基本上沒有可能流傳在這個世界上 坐牢 沒有可能便宜了你 那為什麼約瑟會坐牢 不用死呢 我自己深信 我深信 從經文裡面去理解 我深信約瑟他平時的行為 他平時的見證 他平時的所有事情 被波提佛感受到 約瑟不是這些人 所以你要明白 波提佛是什麼人 是護衛長 護衛長 他隨時殺幹 不需要任何理由 何況是奴隸 為什麼波提佛把約瑟 扔去監獄 而立刻殺了他 可能波提佛從約瑟的身上 都感受到 這個有神的靈 在這位少殿裡面 他平時做的見證這麼好 我不相信 他會做出這些事情 所以他將他受監 因為這件事已經 叫做什麼 揚了 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去處理 所以他將約瑟去收監 今天我們也是 我們平時做每一件事情 我們經常都說 做見證做見證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 人家身邊 每一個人 雖然很困難 但是我們深信 我們每做一件事情的見證 都會成為別人的幫助 成為對上帝全方的幫助 約瑟也是 他仍然可以存活 在監督裡面 我深信 他平時的見證 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去到監獄的時候 他的生命又改變了 有一個機會 可以幫法老去解夢 法老那個夢 那些皇帝很喜歡 發完夢之後 就問問你 誰不知我昨天發什麼夢 除了這個法老之外 來布格尼薩王 就是了 約瑟 他幫法老解夢 完了之後 法老就說 你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有耶穌華的靈 在你裡頭的人 我怎麼可以放過你 放過你 我一定要 招責你做我的宰相 幫我管理我的國家 約瑟 由一個 被誣衊強姦的疑犯 升為一個埃及的宰相 上帝的恩典 就是他第三件衣服 那件世麻衣 這件世麻衣 對他來說 是一個榮耀的世麻衣 同樣 我們今天人生一樣 當我們 由低谷 去到高處的時候 好像一個宰一樣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我們的心態會怎樣呢 這個宰的心態會怎樣呢 我們看看 下一張 聖經那個講道是怎樣呢 麻煩大家幫我讀這兩字經文吧 一宰做了宰相的時候 當時埃及地 就有很多的豐收 因為法律的夢就是 有七年的豐收年 有七年的饑荒年 若失意精神 讓他知道 有七年的饑荒 所以 他把七年的豐收 那些 就把他收起來 很多的倉庫 所以埃及有很多東西吃 雅各就慘了 他在加蘭地 沒有東西吃 就快餓死 於是 他就叫 十個兒子 都是十個 為什麼 變雅敏當然不要下去 最疼那個留在我家 就像我太太一樣 有什麼事 叫兩個女兒做 兒子留在身邊 同樣的壓角 都是叫那十個兒子 下去 下去埃及地 去買糧 當時 約瑟就見到 他的兄弟 過來買糧 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你 約瑟 你已經高高在上 你有身殺之權 你第一眼見到 你那十個兄弟 當年 怎樣去賣你 做奴隸 當年怎樣不念親情去出賣你的時候 你會怎樣對他 你會怎樣對他 如果給我 我當然是馬上引力 是吧 將那十個人綁好 然後慢慢炮製他 是吧 但約失他沒有 雖然他 有一件這麼榮耀的細麻衣 但他仍然好念這個兄弟之情 他不記仇 他還有什麼呢 他還懂得為這個兄弟之情去哭 為什麼 他仍然很愛這班兄弟 他記不到那班兄弟怎樣害他 他只是有這個掛念之情 還有 下一段經文 他說 當最後他面對那班兄弟的時候 他反而安慰那班兄弟 因為為什麼呢 當他們相應的時候 那班兄弟很害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原來你就是約失嗎 那死吧 那時候我這樣害你 你現在會不會殺我 第二件事 那班兄弟知道約失原諒他的時候 他慚愧之情 其實是無地之用 約失就這樣去安慰他班兄弟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行 這時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 為要保存生命 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符 作他全家的主 並埃及全地的宰相 從這兩句經文的總結 你可以見到約失他的心 他除了歡恕兄弟之外 他對上帝那種的敬慰 和順福 是很值得我們學習 當一個人 從最低處到最高處的時候 很容易去忘記上帝 他不會記得上帝 怎樣在痛苦 在困難裡面和我一起走 他只記得現在有多少人 聽他去洗 有多少榮華富貴 等他去響 他不會記得這些 但約失不同 他仍然紀念兄弟之情 他反過來去安慰兄弟 你們不要自憂 憂什麼 憂被殺 你們不要自行 去悔恨自己 怎樣去賣我 因為這不是你的心意 是上帝的安排 他仍然可以把自己 這麼淒慘的生命 去歸榮耀給上帝 去在他兄弟當中 去見證上帝的拖帶和保守 兄弟兄姊妹 我們人生裡可能會遇到 很多不同的經歷 有開心 又不開心 有藍天的時間 亦都可能好像今天 下雨天的時間 今早一開車 即是車我家人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 今天好像不太好 下雨 我小兒子又多 上車下車 我擔得傘 我自己又濕了 我只是去廣道 怎樣呢 人生都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不如意 盼望我們好像藥室一樣 無論人生的高潮低潮都好 我們以上帝 擺我們為第一位 用養成為我們生命的主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主耶穌 我們人生的過程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衣償 都是來賜給我們 我們有彩衣 我們有時有血染的衣償 我們人生會受到傷害 我們有時會勢麻衣 因為主你給恩典我們 我們有封聖榮耀的時間 但是主無論在不同的人生的歷程裡面 有高有低的時候 我們求你去提醒我們 在我們痛苦低迷的時候 你不要讓我們離開你 當我們在高處 當我們人生有成就的時候 你不要讓我們忘記你 因為主你 我們生命的主你 我們慈愛的主 就好像剛才主例所說 知子離開葡萄樹 我們便不能作什麽 求主你教導我們 多謝你祈禱奉耶穌基督聖令 從來跟著我祈禱 祈禱